一定要握著另外一半的 才可以睡著 誰輸的話誰要去摸大便 你說路上的大便 對 狗大便什麼 像是我喜歡聞一些比較特殊的味道 比如說那種痘痘擠出來的味道啊 還是一些那種可能腳趾縫的味道啊 還是一些什麼頭皮油油的味道 我都覺得很香 分享一下你和你另一半有沒有一些特殊的小癖好 習慣在睡前的時候一定要握著另外一半的 東西 才可以睡著 每天嗎 對啊每天 就是一種儀式感 他都會捏我的奶頭 連我兒子也會開始學他捏 還蠻喜歡聞男生耳朵後面的味道 稍微安全感嘛 但是只限定帥哥 我被規定在洗澡之後 你就不能碰任何除了床以外的地方 所以即便我們就是想要看電視或什麼 都只能站著 然後只要碰到沙發 或是任何洗澡前碰到的地方 就要再去洗一次 你看你另一半有沒有一些特殊的小癖好 可以先幫我馬賽克嗎 就是我們在Happy的時候啊 喜歡在鏡子前面這樣子 比較刺激可以看到第一次 通常都是在睡覺的時候 會有一些動作 但是這個有點 頭頭不移